你知道巅峰时期的尊龙有多帅吗? 这个气质,这个颜值,不比如今一众小鲜肉强上百倍 而这部1985年拍摄的电影,更是将它的完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抛开本片其他恶臭因素不谈 尊龙饰演的这位华人教父,将儒雅冷峻诠释到了极致 可谓黑帮片中不可多得的经典角色 美丽国华人接某餐馆内,一名老者遭刺客杀害 此时惊动了当地黑白两道 只因他是华人黑帮三合会的座管老黄 葬礼当天,警方为社团开道 抬关几人中,尊龙饰演的阿太尤维引入注目 他冷漠不识优雅威严不识内敛 当真是天人下凡,而随着老黄的去世 江湖变得动荡不安 古惑仔们纷纷跳槽 元老们盯着大佬之位勾心斗角 为了防止动乱,警方更是时刻盯着这帮华人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 老黄去世预示着江湖不再讲究规矩 一位意大利商贩因多说了几句便遭来狠火 被一股祸在当场击毙 老板另一身份是黑手党成员 这起命案如果管控不好 势必会引起帮派纷争 光天化日下行凶 这显然是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新官上任的警长查理坐不住了 他为人刚正不阿一向仇视黑帮 不顾三合会小弟的阻断 他一人闯入社团办公室 屋内众元老正为老黄的是忙得焦头烂了 查理的冒犯让他们颇为不满 而这个老外警长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之前黑帮两道互有合作 一方交钱一方睁只眼闭只眼 傲慢的查理想要打破这百分规矩 三合会大佬们可不会如他的愿 一场明争暗斗的较量由此拉开序幕 为了消灭三合会 查理找来女记者小红帮忙 让对方揭露社团犯罪历程 查理找他帮忙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是同为华人身份 由小红揭露同胞犯罪必然能让世人幸福 二是查理对自己颜值够自行 也深知小红的智商 他仅用一晚时间便掳获美人芳心 小红弃名投案成了查理的工具 开始为其搜查三合会的犯罪证据 一天晚上 两人在华人餐馆约会 老板是三合会骨干老杨 后者为人胆小怯弱 对警长查理可谓卑躬屈膝 亲自上前为其服务 只求对方不要因之前的不愉快为难他的餐馆 就在这时两名杀手忽然持枪闯入 老杨被其中一人打翻在地 随后便是一阵无差别扫射 可奇怪的是 杀手们的子弹只对准老外 没有伤到在场任何一名华人 查理掏出手枪反击 却还是让两人逃掉 事后小红被吓得花容失色 如果他的身份不是华人 恐怕早已命丧枪下 惨案引起黑白两道的注意 三合会探讨杀手为何人所派 阿泰断定是隔壁越南帮从中作梗 因为三合会最近正跟金三角交易毒品 而越南帮也盯上了这批火 帮派纷争在所难免 只是想不到这第一枪让越南人先打响 老杨否定这个看法 因为餐馆用料都是越南人提供 他们没理由会砸自己的场子 阿泰直言老杨眼界太短 越南帮这么做不是摧毁一个餐馆这么简单 实则在用此事打我们华人帮的脸 随后阿泰提议尽快选出新任大佬 不然社团一日无主根本无法抵抗其余帮会 在三合会威望最高的元老推荐下 年轻有为的阿泰理所应当继承了化石人一职 之后阿泰回到租房 两名杀手正等着他发钱 之前暗杀老黄和黑手党成员 还有袭击餐厅便是他们所为 阿泰掏出百万赏给两人 他之所以闹出这么多事 其实也是被逼无奈 作为华人最大黑帮的三合会 实力强劲成员过万 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的威望 可就是这么一个顶级社团 却在上任化石人老黄的率领下 逐渐走向没落 原因是他为了安稳度日 与美国警方同流合污 靠压榨帮内成员来讨好这帮老外 甚至放下颜面对越南帮和黑手党 卑躬屈膝 将大量地盘拱手相让 美其名曰和平共处 如此一来 三合会的声望逐年降低 地位相比往日更是跌落谷底 眼看着社团日渐衰落 阿泰坐不住了 他决定进行改革 计划是先杀老黄让自己上位 再挑起三合会与其他帮派的纷争 以此夺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地盘 这样做法避免不了之后的火拼 而现在黑帮大战拼的不是人手而是金钱 阿泰心思缜密怎会不知道这点 为了赚钱他亲自远赴亚洲 来到犯罪人士的天堂金三角 在交易之前阿泰约出一人见面 他叫大强 是越南帮县任化世人 金三角的这批货 三合会和越南帮都是在闭口 两人嘴巴上谈笑风生 内心却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越南帮现在靠贩卖人口赚的盆满钵满 大强有自信赢下金三角这批货 三合会出一万的担价 他就要多出三倍拿下 如此豪言壮语阿泰只能扶起 谁叫人家钱多呢 在阿泰的公围声中大强渐渐迷失 以至于没有看到对方眼中闪出的杀意 经过几天长途跋涉 阿泰率先来到金三角区域 迎接他的是当地帮派新进大佬小当 两人在数年前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阿泰还是三合会小喽啰 而小张也不过是金三角不入流的小弟 不想事隔数年他们角色一变 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物 以前两帮派交易 金三角出面的都是大佬茶度 此人对阿泰和三合会颇为照顾 见茶度不在 阿泰问小张原因 来到某破旧小屋 此时的茶度已是一股瘦如柴的老人 小张称老大不幸染上毒瘾 才导致这等下场 阿泰心中有所怀疑 却没有当场表示 毕竟他也是靠小张这等手段上的味 交易在用餐途中展开 在这之前 小张递给阿泰一把手枪 让他亲自了解茶度 算是替这位可怜的老人解脱 阿泰没有对老友动手 他给了小张数十万买下茶度的命 这让小张颇为惊讶 素来听闻华人黑帮最讲道理 机遇一件果然名不虚传 回到正题 阿泰打算以一万单价购买这屁股 虽然被阿泰的意气打斗 但小张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价格 因为越南帮大强提出的价格是三万 他没理由白白损失千万收益 阿泰听后微微一笑 随即从身边口袋取出遗物 既然大强已死 小张不得不将货转卖给阿泰 这笔交易三合会能净赚敬意 一切只等几天后的码头交火 而他去金三角的这段时间 警长查理也没闲着 在情人小红搜集的证据下 他带队闯入三合会地盘 想要强行带人回警局调查 此举引发非白大战 局面一度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晚上 阿泰听闻情况紧急赶回美丽谷 不想刚下飞机就被记者小红拦下 女人称三合会最近与金三角达成交易 问阿泰是否已将毒品买到手 见记者示意华人同胞 阿泰恼怒不已 他不懂女人为何要替美国警方做事 针对小红的问题阿泰选择闭口不谈 第二天 警方尚曾针对查理擅自打击黑帮仪式颇为不满 他们将查理暂时停止 以免惹出更大祸端 唐人街内 黑手党正和华人黑帮三合会进行谈判 指引几天前他们成员在此地被杀 意大利人特来讨要说法 三合会现任华氏人阿泰说道 唐人街犯罪从生 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 难道每次都要他们来负责吗 还有两帮派诸多争议地盘 阿泰执意将其化到三合会旗下 他的嚣张让意大利人十分不爽 弃走了黑手党 阿泰还有一件事要做 此时查理正和妻子闹矛盾 原因是他和小红的是被对方发现 正在两人大吵之际 杀手忽然闯入 女人被当场勒死 愤怒的查理追出数公里将杀手做掉 妻子的死让他悲痛欲绝 不用想也知道杀手乃三合会所派 碍于现在被停职 他没法利用身份报仇 深夜里 悲愤的查理来到唐人街酒吧 将阿泰救出一顿暴躁 看到三合会小弟赶到才停手逃走 事后社团紧急召开会议 自阿泰上任以来 短短几天他便得罪多方势力 众元老担心这样会影响到自身安危 特让阿泰说出解决办法 知道自己失去人心 阿泰放下身段说道 晚上金三角的货就会到达码头 将毒品卖给那帮老外就能净拽你 只要有了钱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 元老们听后又起了疑虑 现在三合会被查理等人盯上 要是交易被警方逮个证证 三合会的未来就算彻底完了 为了让几位老人放心 阿泰答应他们晚上自己独自去码头收货 不会带上三合会的人 要是被抓他就当场自尽 这样的回应才让元老们稍微放心 可让阿泰不知道的是 记者小红利用情报 已经知晓他和金三角的交易 女人将此事告知查理 后者如今虽被停职 但为了替妻子报仇 也为了消灭三合会 他也选择一人去网码头 就这样 两个被团体抛弃的人意外相遇 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睹 双方拔枪互射 阿泰被击中受伤倒地 他问查理为何知道今晚交易一事 得知又是记者小红提供的情报 阿泰彻底心思 自己拼尽全力想带领华人黑帮走上巅峰 没想到了最后一步 却输给了自己人 为了不拖累三合会 绝望的他掏出手枪自尽 这位不可遗失的黑帮大佬就此落幕 几天后的唐人街头 三合会为阿泰举行盛大葬礼 毕竟这位年轻人是真的在替社团做事 当地警方和上次老黄葬礼一样 替三合会的人开道送行 这时查理再次现身 他不顾长官阻拦 执意要抓捕三合会成员 并想破坏阿泰的葬礼 在查理眼中 这种人根本配不上这等仪式 混乱中查理被黑白两道推倒在地 小红健壮将他扶起 两人面面相去 在这一刻女人视查理为孤胆英雄 而查理也将王妻抛之脑后 影片的末尾 这对狗男女在街头相拥热吻 替这部丑陋的电影画下句号 相信我 要不是本片里有尊龙 凭着查理这张丑恶傲慢的嘴脸 和吃里扒外出卖同胞的小红 我是断然看不下去这部电影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抛开查理和小红的角色 满分十分的话 这部电影能打多少分 欢迎发在评论区里讨论